瞅着这一幕 你是不是搅的这眼正给他霍霍画呢 但我告诉你 他是在创作 而且还舔着大脸拿别人的画创作 就搞别人的画上淋了两下颜料 不光给艺术竞赛上拿了个头奖 还给社交平台上咔咔的媳妇啊 这方眼都是啥审美啊 而他就是这个小丫头小猫 他还有个好姐妹小鸟 他俩待着最高中 特别注重特长的发展 谁在哪方面特别长 就能高荣誉强上上榜 还能留下他的手印子 这俩姐妹不光哪哪都不长 成绩还贼差 没事还得艾老师撕着两句 丑那俩啥也不是 你瞅人脆花 刚转来就知道自个儿哪块特长 可这天老师突然宣布 小鸟搞文学这会儿把自个儿称长了 摇身一变成了文学特长生 这给小猫气的 说好一起挂到头 你却偷偷加了油 瞅着小鸟刚按上去的手印子 小猫气的给他挫不得稀巴烂 脆花就瞅出他的心思了 哎猫啊 你知道小鸟用啥能拿文学奖吗 这里头都是有招的 这句课一下就勾起小猫的兴趣 因为他从来都不信 就小鸟那主卫兵定状谱 都整不明白的主 还能玩明白文学了 啥招 告我一下告我一下 其实就是CV大法 一个喊气息 再一个喊气息 齐活 这不就是操吗 哎 这叫借借 你别全操啊 你往里加点自个儿的东西 不就得了吗 听脆花这么一漏 小猫就来招了 小猫搞网上搜了一副大红花 完事一招CV大法给整起来 抹掉右下角原创者的名字 搞打印机一撸 最后拿着颜料 给上头咔咔一拎的 我甩 我甩 我甩甩甩 一幅小猫原创的作品 就新鲜出炉了 头一回操别人的作品 小猫的心里多少还有点虚啊 他嘚嘚嘚嘚的拿给老师 老师一瞅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画的也太像样了 当场就决定 要拿他的画去参赛 吓得个同学都给他鼓掌啊 很快小猫的话 就拿了个头奖 他也有了属于自个儿的手印子 而且他画画的特长 还是全校的独一长啊 当初的好姐妹小鸟来 祝贺他 他却说人家是抄袭狗 不配跟他玩 头也不回来就走了 说这话钱 他那脸可搞拿了呢 现在的小猫 被粉丝捧的心里可老美了 而且粉丝们都给评论区催更啊 小猫就得开始研究新画了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手法 一下 两下 三下 新作已经发布 很快就得到了粉丝们的点赞评论转发啥的 他还吹牛 说有的话都是他搞左手画的 连校长都夸的是学校的人才啊 是 那打印机用的老六了 很快学校就打算办一个交流会 把特长生特长的作品 给别人秀一下的 可这公子翠花上的那气劲了 老四啊 到前葛开幕那天 让小猫现场给大伙画一个呗 老四一听这招简直太麦似了 同学们也给他鼓掌 都想看到葛现场秀一下的 则小猫是蒙了个灯啊 随后他就找到翠花 你要玩死我咋的 你这本书特长生你怕啥 我这特长是咋来的 你心里没数吗 干脆来个狠的吧 这天他就把小鸟约到厕所 说要跟他重修就好 小猫个胯兜里掏出个锤子 来拿着 给我胳膊干蛇来 小鸟一听都蒙灯了 这锤这么小 干不蛇的 那不让你瞅瞅能不能干蛇 随后轮起小锤 对着自个儿的胳膊咔咔的露我 小鸟赶紧把锤子抢过来 可没想到小猫一回头 你干啥咋我又胳膊呀 啊 小鸟是再次蒙了个灯啊 姐妹你套挺深的 接着他开始嗷嗷瞧叫我 把老师跟同学们都引来了 哎呀小鸟我拿你当好闺蜜呀 你咋能擦我幽闭呢 这小熊搞到手里攥着 想撇也撇不清了 胳膊折了 小猫就不用现场作画了 可这前老师带着翠花来的 行得瞅瞅他的胳膊咋样呢 哎呀 这手足够走 会不会来玩的 看翠花又上了那筷能劲的 没事 右手费了 你不还有左手呢吗 随后拿起手机 给老师看他曾经吹过的牛逼 老师一瞅 出特长生小猫拱上去了 瞅他上台那赖极的样 就知道他根本不会画画的 那画都是他操的呀 可画板前他都自嘚瑟 可台下的老师啊 同学呀都跟他等着呢 小猫被逼的钢鞋子提笔 可画板上鼓球两下 被冲上台的一个小丫头打断了 就他操我朋友的画 你瞅 他就可放到甩了点颜料 但小猫这工还酱呢 害说他是原创 校长把那画拿过来 二话没说就给撕两半了 随后就说这丫头是来埋在他们学校的 这丫头也激的 有能力你让他现在画一个来 画就画 小猫你给他画一个 小猫被逼的开始跟画板上下笔 画来画去这画的都是什么牛马呀 他自个儿都看不下去呀 但他有校长给他抖底儿啊 校长拿着这画就给大伙展示 瞅瞅呗 跟刚才那撕不一毛一样 小猫瞬间就是蒙了个灯儿啊 那校长害夸呢 小猫啊 那绝对是我们学校的美术天才 刚才那小丫头都看不下去了 你瞎啊 这哪一样啊 我说一样就一样 咋的 接着叫保安给这个外校的小丫头撵出去了 只要是戴上特长生的头衔 就没人能撼动你这头衔的地位 说你长你就长 不长你也得长 台下的同学们都纷纷站起来跟小猫叫好 只有翠花跟小鸟个台底下 觉得这一切就是个笑话啊 但可能他俩才会被学校看成是笑话吧 明日咱继续 拜拜